7月15日,意大利警方对意大利北部一伙极端右翼势力组织的窝点展开了突袭,在行动中缴获了大量枪支、弹药、纳粹纪念品以及一枚空对空导弹。 根据意大利都灵警方发言人称,此次行动中收缴的军火,在种位和数量上都极为罕见、据悉。行动中缴获的武器包括20支军用枪支、20把刺刀,包括瞄准镜、消音器的大量枪支零部件以及800发各种口径的枪弹。 此外还有大批纳粹时期的收藏品。在行动中,意大利警方逮捕了三人,包括私藏军火的前海关官员法比奥·德尔贝尔吉奥洛。 此人曾在意大利海关长期任职,并以右翼政党新生力量的身份,在意大利参议院参加竞选。 此外,瑞士籍男子亚利山德罗蒙蒂和意大利男子法比奥·贝纳迪因为藏有导弹和意图走私导弹而被捕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这些武器大部分来自欧洲,如奥地利阿格斯突击步枪、B69冲锋枪、格洛克手枪、德国的G3A4自动步枪、杰克歇式冲锋枪、波兰PM63冲锋枪等。 也有美国的M4A1卡宾枪、M1卡宾枪和M1911手枪,大多是国际军火市场上常见的型号。 此外,收缴上来的还有800多发各类枪弹、各种步枪和冲锋枪的弹匣、消音器、瞄准镜等武器零部件、大量二战时期的刺刀。 军用匕首和一些纳粹时期的收藏品,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路牌。 根据调查,意大利警方已经基本排除了右翼分子准备使用这些武器,在国内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。 但这批武器的用途仍在调查中,法比奥·德尔贝尔吉奥洛的律师则声称, 法比奥·德尔贝尔吉奥洛是一名收藏家,这些武器和纳粹物品仅仅是收藏品。 当然,其中最惊人的还是一枚法国芝马特拉超级530楼空对空导弹,导弹储存在一个标准的处运罐中。 根据警方调查,这枚导弹并没有战斗部,但其他结构都能够正常工作。 如果在专业的工程师协助下,这枚导弹仍然能够通过改装恢复战斗力。 意大利警方称,相关调查开始于对乌克兰内战出现的意大利级志愿兵。 这些志愿兵加入了亲纳粹的西乌·亚素营与东乌民兵组织交战。 但有趣的是,不知道是误传还是故意为之,西方媒体却统一口径,声称这些极右翼分子是受俄罗斯支持的马特拉超级530楼空对空导弹。 是法国马特拉公司,专门为达索幻影F1战斗机设计的一种,半主动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。 能够发射这种导弹的战机很少,只有幻影F1和幻影2000战斗机使用这种导弹。 想要让其他战斗机使用这种导弹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行动中收缴上来的这枚导弹,原本是法国向卡塔尔空军出售的导弹中的一枚。 当卡塔尔空军改用幻影2000战斗机和米卡导弹时,这些就是武器便转入了封存。 相关人员很有可能通过黑市渠道走私了这枚导弹。 不过,被捕的右翼分子似乎并没有使用这枚导弹的意图,而是准备将其以47万欧元的价格出售给国外买家。 但究竟是什么买家会购买这样一枚用处不大的老式导弹,意大利警方并未提供更多信息。 根据推测,这枚导弹的买家可能是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。 该组织拥有一部分幻影F1战斗机,并在与利比亚国民军的内战中使用了这种战斗机。 而另一个潜在的买家则是伊朗。伊朗仍然保留着部分伊拉克战争时期逃亡伊朗的伊拉克法制战机。 而伊朗也具备改装这枚导弹的实力。 当然,这枚导弹也可以更容易地改装为地对空导弹甚至火箭弹。 作为一枚中距空对空导弹,超级530楼具备,有相当大的装药量。 改装成火箭弹仍然有不小的威力,但如果进行这样的改装,47万欧元的价格就有些过于昂贵了。 意大利的极右翼势力虽然数量不大,但随着近年来的难民问题愈演愈烈,右翼政党也越发活跃起来。 2017年,意大利议会曾试图禁止法西斯标志和纳粹里的前身,罗马式敬礼的使用,但遭到了右翼政党的反对,而右翼政党五星运动,甚至进入了意大利执政联盟。 而就在今年6月,新生力量在都陵地区的领袖路易吉克蒂斯,因为公开宣扬支持二战时期,意大利莫索里尼政权而被捕。 新生力量的活动场所,也遭到了警方的查抄。 不过,新生力量组织的发言人拒绝承认该组织与本次收缴上来的军火,存在任何联系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